如果在那個MBA裡面,其實就不需要什麼外語,因為它裡面就有了 那你如果不會寫那個程式 我剛剛有提過,你可以用那個開發的名稱,比如錄製劇期 比如說像剛剛我那個插入這個折線圖這個動作,我不會對不對 那你可以錄製一下一個劇期 那這個劇期的話也許名稱叫什麼,叫做美元折線圖 比如說你會給他一個美元折線圖 OK,然後就開始了 那就直接的,一先選那個範圍,選這兩欄 不過其實你錄之前可以先選,我先Ctrl-Shift向下 先選兩個,然後直接選到底 然後再插入這個折線圖這個 好,這樣就OK了,寬跟高自己補一下就好了 那你再把它停止錄製 那你會發現,在VBA裡面有一個優點,就是你可以編輯 它的程式就出現了 所以其實主要的關鍵應該是在這幾行吧 主要關鍵應該是,這個選取其實應該可以不用選 你可以直接指,因為你這個Source本身就會有了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把它delete掉 主要就是這一個方法,叫什麼 目前的工作表 裡面幫我產生一個Sharp圖 然後裡面有一個方法叫做AddChart 就是我要增加一個圖 增加圖的話,你再指定給它那個相關的一些參數就可以了 那所以你可以怎麼,再去查一下這相關的東西 就OK了 好,那所以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好像新版就是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2007 它用的這個方法是用AddChart 那新的版本好像變成AddChart2 它的參數又不太一樣,OK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那將來呢,如果你要繪圖的話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把它畫到你想要放的位置 好,比如說可能有10個欄位 那就可以直接跑一下 自動全部呢,通通都把它這個繡出來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Essal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那個 MASPLAB 甚至你可以在官網這邊查到 這個模組的相關的 包含就是說它相關的範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MASPLAB的官網 它在這邊,Home Page 所以你查一下有沒有 Home Page裡面點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Example Example非常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圖 像那個 我們剛剛是折線圖嘛 其他像這個直條圖啦 甚至是複合圖等等的 其實上面都有啦 只是說那個複雜度非常非常高 裡面有一大堆的相關的圖 如果你想要匯制哪一種圖 你也可以點選 然後再去看一下裡面的Source怎麼寫 每一個其實都會有對應的程式嘛 它也會告訴你怎麼寫 以下都有的參考 只是說這個要花蠻多力氣的 如果你不想要畫那麼複雜的話 反正剛剛的折線圖應該就夠用了 其他的話呢 大概我們剛剛主要是針對那個 美元 所以我剛剛改了一個人民幣好了 比如說這個人民幣的資料 假如說我要匯制的美元 改成人民幣的話 那其實只要怎麼 把那個 我們的串列 第一個LIXX其實不用改 因為日期都一樣 只要改那個 比如說那個人民幣的部分 其實只要改哪一個 本來是0跟1嘛 然後把它改成2 2的話實際上人民幣 把它執行 其他應該都不用改 這兩個本來1嘛 把它改一下 那執行的話 就會看到應該是人民幣了 人民幣的話呢 就是 從 這個 11月底到現在 慢慢就走深 OK 那其他的話 其他匹別 請各位自己再練習看看 那最後的話 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把它存成eSale 有沒有 剛剛我們下載的是 CSV 那你想說 老師我最後我希望 存eSale 而且存eSale的話 可以是存全部 也可以是存美元的部分 欸 我如果希望把它存起來 打開就是美元的匯率 然後就是一個eSale檔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最簡單的方法 剛剛有提過 其實目前應該 最佳的解決方案 就是Pandals 只是Pandals 要怎麼操作 這恐怕就是要了解 那Pandals 非常非常複雜 所以呢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個 先確定我們 有沒有裝這個Module OK 有了之後的話 接下來怎麼 可以存檔 不過 講存檔之前的話 我們一樣先看一下 那個 0601這邊 那我剛剛 這邊 其實我剛剛秀的 其實這個都是 用那個VBA 其實就可以寫出來 只是要修改相關參數 然後 把它存檔的部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待會再來看 如何把它存成那個eSale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要存成 你用那個Pandals 那跟各位講 一樣 剛剛那個Made Private 因為它其實 裡面的東西也不簡單 所以我有獨立一個章節 是第12個章節 那一樣 那個Pandals 也是一樣 它也是不簡單的東西 而且甚至坊間 有那個一整本書 就是在講那個Pandals OK 一整本書 厚厚的一本 其實還有出一本 綠色皮的 OK 哇 寫的真的是 那它其實 中結來看 其實它就是 以Sale能做的事 它都能做 但是是用Pandals的 程式的方式來做 也就是所有東西 你用滑鼠鍵盤能做的 但是要把它變成程式去執行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相對的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裝Pandals 第二個的話 你想說 那我要怎麼把它變成E-Sale 那特別注意 它有一個要求 就是如果你要變成E-Sale的話 所以待會也許 你們可以在 雲南百百裡面 開一下第七個單元 那因為呢 這個Pandals 我把它打開了 它其實這個架構 基本上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E-Sale的話 你可以存 其實它有一個方法 很簡單 就叫做TrueE-Sale 然後給它檔名 副檔名 它就存了 但問題 它有一個要求 就跟剛剛我們畫圖 要兩個串列一樣 那如果你要把它變成E-Sale的話 它需要有三個東西 哪三個東西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 這邊一樣 這邊一樣是Import Pandals 然後它需要有這個東西 它是利用那個 有一個方法 叫Data Frame 那也就是說 它要存成E-Sale的話 必須要存成所謂的Data Frame 你如果是Data Frame 就可以存成E-Sale 而不是 那就不行 可是Data Frame的架構 基本上呢 有三個東西 哪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Data 所以 你需要有 類似上面這個圖 第一個Data 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叫Data 第二個叫Index Index Index的話 就是這個東西 第三個是Colents Colents 就是上面這個東西 OK 所以 如果你有這個東西的話 那理論上 你就可以把它存成E-Sale 所以 你會發現 這個Data 有沒有 那如果你假設要這樣呈現的話 它就是 這個 因為它是什麼 它是二維的 所謂的二維就是說 它是很多很多 很多 好幾個這個 串列所構成的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整個外面 是一個 一個中國阿虎 那每一列呢 就是又一個中國阿虎 有沒有 那形成是一列一列的 有沒有 這個一列 一列 然後你就把資料放在這邊 OK 放在這邊 然後呢 再來Index 其實就指的是 第一列裡面的東西 然後再來上面的這個 藍位名稱 有沒有 藍位名稱就是所謂的Colents 也是一個 串列 所以它會跟你要 三個串列 OK 三個串列 如果你三個串列 它會產生之後 你就可以 利用DataFrame 有沒有 讓它 這個資料變成 所謂的DataFrame的架構 然後呢 你就可以再利用 有沒有 DataFrame之後的話 會產生一個 物件叫DF 那你DF的話 它裡面有個方法 叫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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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data的話呢,基本上就是什麼?就List of y 然後呢,index的話呢,就List of x 那上面這個的話,其實就是一個文字就好啦 所以我們有三個了,那不就OK了 所以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data就是List of y,List of x,然後上面就column column是裡面這個東西,一個東西的話 我不確定是不是字串可以給 或者是反正你中間放一個東西 好像一定也好像是串列 然後裡面放一個資料也是算串列 所以我把它寫完之後,那各位可以看到 把它改,寫完之後就類似像這樣 第一個的話,一樣要 import一個pandas 那我給它取個別名,因為它這個名稱比較長 所以SPD好了,簡稱叫PD 當然你不取別的沒關係,用全稱也OK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data就是List of y 剛剛講的 index的話呢,就是List of x 然後呢,column的話呢,那一樣要是一個串列 有沒有,中國阿虎 只是裡面只有一個資料 一個資料也是串列啊 你不能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外面這個中國阿虎 跟各位講不行 因為它要串列你就要給串列 你不能說,它要串列你給一個自串 很抱歉,它不接受 反正它要什麼你給什麼就對了 OK,好 所以呢,我們有了這三個東西了 那底下的話就是利用PD 就是Pandas 有一個方法叫,點Data Frame 給一個、兩個、三個 然後讓它產生一個叫DF 就是其實Data Frame的一個物件 OK,好 好,那DF裡面就有一個方法叫做To Excel 名稱的話叫做Rent.xlsx 好,那我上面這個畫圖我先把它關掉 上面這個畫圖,因為它每次都跳太麻煩 我就把它先Ctrl-E好了 好,那這個時候的話理論上陳設寫完了 咦,就可以存檔了 所以你會發現,以後如果你要存Excel 關鍵就是在Data Frame 你可以把Data Frame創出來 那你的Excel就沒問題了 最後關鍵時刻來了 當然第一個問題,一定會產生什麼 就是執行的話呢,它會跳什麼 No module not found 有沒有,一樣嘛 然後No module named Pandas 所以安裝的方式也一樣 有沒有 Python 空一格 1-m,然後空一格 可以的話,我是建議你可以試試看 直接先找到Python 384 打一個CMD 反正那個步驟都一樣嘛 你再打一個Python 這個應該不難嘛 空一個m,然後叫pip install 然後那個叫什麼pandas pandas 這個吧 應該沒拼錯 好,這樣就OK了 這不難吧 OK 然後就實際上在上面敲 因為這個是DOS模式 就是當1993年 Windows 3.1還沒出現的時候 那就是用DOS 所以那時候其實 Windows 3.1集拼出來的時候 還是一樣 它底層還是DOS OK 好,然後按Enter 那如果沒有錯誤發生的話 它就會連到網路上面 去下載那個相關套件 到我們的韓式庫 其實它只是去用 怎麼講 幫你去抓下來就對了 就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前提特別注意 之前還有同學說 老師如果沒有網路連線可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OK 因為它就是去網路上幫你把它 從Server上面抓這個東西 幫你把它放到你的那個 Python 384裡面 對一個Library底下 反正存在哪裡 你們自己找找看 存在哪裡 你知道也不重要 反正就是幫你下載下來就對了 OK 好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要反安裝的話 很簡單 就是加UnUninstall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們裝好之後再Run一下 所以裝好之後的話 應該沒問題了 OK 這應該就不會發生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存好檔了 資金 有了 不過另外呢 又出現了另外一個錯誤了 什麼錯誤呢 跟各位講 因為Pandals 它要存Excel的時候 它又會呼叫它另外一個模組 哪一個模組 叫做open 有沒有 pyxl 這個模組 所以它會出現 no module name 那你想說老師那怎麼辦 很簡單啊 如果你看到這個 你就把這個打上去就好了嘛 那怎麼打 剛剛這邊不是一樣 所以以後反正你看到 no module name 這個有沒有 那你就直接到我們這個底下 有沒有 再打一個CMD 然後你就打一樣 所以這個 python 有沒有 1-m 然後pick install 這個最好是可以把它記一下 因為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那個名稱如果你記不起來 你可以 按右鍵 按右鍵它就貼上 所以按右鍵可以貼 不然你就把另外一個貼過來 按右鍵貼過來 OK 按Enter 所以沒什麼 你就裝什麼就好了 不就是這樣子 你說老師那為什麼不乾脆 全部裝就裝就好了 對 也是 原因很簡單 因為全部都裝一裝 你的那個系統會變得很龐大 所以它的原則是這樣 它需要再裝 它不要一裝 像Anaconda是幫你大部分都裝了 所以早期我記得 那Anaconda真的是 膨脹到不行 哇 我記得好像裝起來就 多少GB 5、6GB還是什麼 甚至最早還要30幾GB 可是它現在慢慢減肥慢慢減肥 就是不需要它不要裝 因為 之前為什麼不喜歡推Anaconda 因為根本用不到你裝那麼多幹嘛 然後讓我的電腦跑得慢得要命 那倒不如我 學會裝就好了 這個裝應該也沒那麼困難 OK好 那裝完之後的話 再來 剛剛那個錯誤看 應該就不會出現 這個OpenPy這個 執行一下 這個主要是存 這沒有錯誤了 所以你會發現 它一樣print出來 那我們到根本物看一下 剛剛那個什麼Rance 這個有出現了 打開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就出現了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沒有A1 所以A1那個儲存格裡面會是空的 因為你會發現 為什麼會空的呢 因為它只有data 有沒有 data就是這一塊 然後這邊有一個什麼 index 然後這裡就column 有沒有 這個沒有 所以空的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你看不習慣 自己要補上好了 OK 上面再補兩個日期 也可以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剛剛主要呢 我們又延伸講的就是 有關這個 利用Pandas 幫我們做儲存Excel的動作 OK 所以 Excel的部分 其實用Pandas 應該是目前來說 應該是最簡單的 如果你要存取 包含就是說你要存檔 存Excel檔 Pandas第一首選 非常簡單 但是它最難的地方 就我剛剛提到那個叫data frame OK 所以data frame 你要知道data frame 到底要什麼 你就給什麼就好了 所以喔 反正第一個 中間是data 然後它前面有 就是第一列的話 理論上index 然後上面的話 就column 是 不過目前我們用的方式 只能存一個欄位 有沒有 美元 那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全部資料呢 那就是再把data延伸 OK 有沒有 data 可能就是 後面貨幣有 有十種匯率 那你就變成 哇 那這個難度就比較 你乾脆挑戰第二個 人民幣好了 那也就是說 data部分 就是要 二維的 二維串列 OK 就是說 可能 一個串列裡面 一列的話 就是左右兩個 OK 這個我想請各位 可以試試看 因為這個 如果 你可以熟悉它的話 在將來你要轉存以sail 就會非常的 很容易 OK 試試看